鬼藏人第五十一集 山霄和我对视一眼 说道 先往外走 离开狼城的河心去 他用腰带将小朋友牢牢的绑在身上 单手举着冲锋枪 身上背着一排排子弹 看上去像是个赶紫队员 大步朝前走 有狼响围过来 被他单手用枪扫射了一遍 硬是杀出一条血路 我被他的这种气势感染 也试着扛着一架冲锋枪杀出去 可是这种冲锋枪加上弹匣 足足有十多斤 别说单手持枪了 就是背着都显沉 想了想 我还是放弃了冲锋枪 背上了一个弹药枪 又捡了一杆长枪 跟着他往前走 我们在前方走 黑压压的狼群在后边跟着 冷风呜呜的吹过来 混合着狼嚎声 火把在黑暗之中跳跃着 看起来很有一种美国大片的气氛 又走了一会儿 我闻着周围的味道有些不对 说道 怎么有股油味啊 山霄也停了 往地下看看 用火把照了照 发现地上有很大一滩 黑乎乎的液体 用脚试着踩了踩 黏乎乎的 有点像是机油 我有点怀疑 试着用火把蘸了一点 火苗立刻窜到老高 剧烈的燃烧起来 我大喜叫道 哎 山霄 这是油啊 好大一滩油 山霄点了点头 两个人迅速捡了一些干草枯柴 引燃了这个油坑 油坑里立刻窜起了几米高的火焰 火焰随风飞舞 硬生生把狼群逼到了十几米外 看着在黑暗中狂舞的火焰 我们的脸上被映得通红 我抹了一把脸 阴红的狼血抹了一手 也顾不上擦 狼血混着烟火气 一股悲壮的豪迈之气涌上心头 我大声地问山霄 接下来怎么办啊 山霄说 要是人还能站着 那就战斗 倒下了 就立刻死 我使劲地点点头 看着舞动的火焰没有说话 生怕破坏掉这种悲壮的气氛 过了一会儿 山霄用强光手电往四周照了上 发现地下有不少黏乎乎黑乎乎的机油 他自言自语地说 这里怎么会有油呢 会不会是小日本把什么机器开下来了 这是机器里的油啊 山霄摇了摇头说 看着不像 这里的油可不少 他又往其他的地方照了照说 这里的油都够弄一个油库了 我一愣 猛然想起来 在狼城上方 日本人专门修建了大片围墙 还在矿洞中修建了铁轨 我一直以为 小日本是在地下开采矿产 那会不会是小日本发现了这里的石油呢 山霄点了点头说 还真有可能是这样 那会儿日本兵应该是保护勘探队员的 没想到下面有这么多狼 结果全死在这 我也有点担心 哎 这里要是有大油警 会不会被咱们给点着了 山霄分析说 这里应该是油警流出来的石油 没有多少 不然狼群也无法在这里生活 想想也是 这里要真有一口大的油警 恐怕这里早就被污染成了布毛之地 别说放养羊群陆群了 恐怕就算是狼群 也不可能在这里生存 既然这里不缺石油 又有了这个大火堆 我们不怕狼群会攻过来 趁这个功夫 我也用火把朝着四处照着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远离了那座小庙 来到了距离狼城核心处稍远的地方 用火把朝地下照着 我才发现 这里的地面和之前的狼城中心有所不同 在狼城中心都是一些草地或者小土包 换句话说 那里都是自然形成的土地 但是在这儿地下全是用大块大块的花岗岩砌成的 花岗岩拼接的非常的好 合拢的很严实 我试了试 花岗岩的缝隙之间连刀子都插不进去 我有些疑惑 谁会下那么大的功夫 在狼城的外围用花岗岩铺设这样一个广场 招呼山霄过来看看 他用强光手电顺着花岗岩一路照了过去 却发现这些花岗岩并不像我想的那样 在整个狼城外围建了一个巨大的花岗石岩厂 那花岗石只有差不多三五米宽 顺着狼城绕了一圈 看起来像是用一圈岩石把狼城给包围了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 山霄细心 他蹲在地上用手电照着花岗岩一寸一寸的看 发现石板上有一道两三指宽一掌深的水槽 水槽里像是黑乎乎的凝固的油纸 笔直的沿着花岗岩延伸 我分析 这很像是古代用来照明的东西 这个石槽这么长 估计能将整个狼城都照亮了 一不做二不休 我用火把在石槽上烧了一会儿 油枝 枝枝的响着 渐渐燃烧起来 开始只是一道微弱的火苗 接着火苗迅速扩大 向两边蔓延 渐渐形成了一条巨大的火龙 将整个狼城圈在了里边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光圈 把四周照的雪亮 狼群被火龙震撼住了 在外边低声的咆哮着 畏惧的向后推着 借着这条巨大的火龙 我才第一次看清楚了狼城全貌 这个狼城建在一个巨大的地下洞穴中 这个地下洞穴非常大 像是一个独立的地下王国 狼城被河流火槽大坑划出了三个圈子 最外围一条河围绕着狼城 缓缓流淌 将整个狼城包围了起来 在河流附近都是一些狼群圈养的动物 在河圈子里火槽又形成了一个稍小一些的圈子 火圈子里几乎都是狼 各种各样的狼 足足有上千匹都在虎视眈眈的瞪着我们 在最里边还有一个最核心 也是最小的圈子 就是我们刚才逃离的那个小庙 这个圈子只有足球场大小 圈子用一个巨大的人骨坑组成 在巨大的人骨坑中央 矗立着一座黑色的巨狼雕像 雕像非常大 整个狼身都在深坑里 只有狼头伸出坑外 狼嘴怒张 像是昂首怒视着狼城 那个狼嘴中放着一把椅子 整体看起来像是一座小庙 我大吃一惊 没想到我们刚才进入的小庙 竟然就是这巨狼的嘴 那通往小庙的道路 竟然是那巨狼的舌头 可想而知 这巨狼埋在地下的地方还有多大 那狼嘴之中明显是狼城最核心的所在 可是小朋友刚才分明就坐在那 这又是怎么解释呢 回头看看他 他还在昏迷 这一切只能等他醒过来再问了 看着跳动的火槽 我突然有一丝茫然 开始觉得这里只是一个狼窟 没想到却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狼城 我们怎么才能出去呢 我有些沮丧的问山肖 哎 咱们往哪走啊 山肖说 先等等 火槽的火焰跳动着 最壮丽的一幕过去之后 狼群开始显露出他猙獰的一面 在河滩处草坡处土堆处全部是狼 一匹匹邪恶的强壮的狼 几乎都窜了出来 在火槽外 冲着我们呲牙咧嘴咆哮着 随时都可能扑上来 我忍不住说 卧槽 怎么有那么多狼啊 山肖没说话 他把腰带接下来 将小朋友先放下 从怀里掏出了一个不锈钢酒壶 让我转过身来 说是要给我清洗伤口 我才想起来 自己肩膀上被狼给抓伤了 解开衣服看看 肩膀上被狼抓了几道很深的伤口 鲜血已经凝固了 这才觉得一阵抽抽的疼 山肖让我咬住一根木棍 用烈酒给我清洗伤口 本来我觉得伤口处已经很疼了 结果被烈酒一烧才知道 刚才那些痛苦简直都是太小儿科了 这种被烈酒灼烧的感觉 就像是上千把钝刀子 在慢慢锯开我的肌肉 疼得我脸颊的肌肉都忍不住抽搐起来 山肖清洗完伤口 从衣服上撕下块布 给我严密的包扎好 才递给我酒瓶 让我喝几口 我疼得满脸是汗 仰着脖子就灌了几口 一股热辣辣的火油顺着喉咙一直浇到胃里 又舒服 又辣 浑身都暖洋洋的 充满了力气 几口把烈酒喝干 我把酒壶狠狠的摔在了地上 骂道 够劲 接着酒劲 我抄起步枪 朝着靠近的狼群放了一枪 吓退狼群 哈哈大笑 大跨步的朝前迈去 毫不顾忌的朝四周看去 周围不仅有光秃秃的草地水泡子 地下还有一些小型的黑色雕像 那雕像看起来很古怪 像是人和狼的结合体 头是人头 身子却是狼身子 那雕像不知道用什么石头雕刻的火光照在上面 反射出一种古怪的黑色光泽 看起来非常的古怪 我说 哎 你看 这雕像像不像咱们在山上遇到的怪物 山霄眯起眼睛 看了看 点了点头 回想起那怪物的凶残 我也有点心里发紧 操 这狼城里 该不会有那些怪物吧 山霄摇了摇头 狼群 不会让他生活在这里 我这才安了心 说道 别说没有 就是有 老子也给他一枪一个 让他有来无回 山霄凝视着那只巨大的狼身 没有说话 石槽的火焰很快退下去了 巨大的黑色狼身 又渐渐的隐藏在了黑暗之中 显得神秘 有肃目 火光渐渐小了 狼群又开始跃跃欲湿的围过来 山霄迅速的将小朋友 背在了身上 警惕的注视着狼群 我突然想起来 以前看过报道 说动物很怕自然界泄露的石油 他们身上沾满石油之后会腐烂 所以动物会远远的避开忧天 鬼藏人 第五十二集 我心里一亮 叫道 往石油多的地方跑 狼怕油 山霄背着小朋友顺着石油流淌的方向走 有黑的石油弯弯曲曲向外延伸着 一直到了河流处 我看了看 在河滩一处地方被人用一道堤坝给隔住了 石油从堤坝外流淌过来 我招呼山霄 顺着这走 前面应该就是油田了 还没到水边 黑油有的水中突然爆射出一个灰色的影子 一匹足足有小马大小的巨狼朝着我们扑了过来 是狼 原来这群狼早就算计好 我们会顺着油道走 所以早早的潜伏在了水下 等着伏击我们 我吓了一跳 一时之间忘了开枪 朝着后边退去 却一屁股摔倒在了地上 山霄在一旁想开枪 又怕伤到我 果断的抽出刀子 朝着那匹狼扑了过去 他和狼抱在一起 在地上打着滚 一股股血喷射出来 也不知道是狼血还是他的血 我大叫着 山霄 山霄 山霄费力的站起来 像是受伤了 对我说 枪 快开枪 这时候 后边的狼群 见我们遭到伏击 全部猛扑上来 山霄一个箭步上去 捅倒了一匹狼 另外一匹狼又扑了上来 把他扑翻在地 我眼睛都红了 扑到机枪上 果断开火 朝着狼群一顿扫射 我又掉转枪头 朝着水下扫射了一波 水中立即翻腾开来 一堆狼尸混着血水 扶了上来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群狼像疯了一样 汗不怕死 一股股的狼 被机枪打得稀烂 紧接着又冲过来一波 没过多久 在我身前就躺下了一堆狼尸 但是还是有不怕死的狼 源源不断的冲上来 我沙红了眼 大叫道 操 你七爷来了 快来赢价 山霄这个时候 解决了地下那匹狼 爬起身来 有点痛苦地说 注意 狼在消耗你的子弹 我猛然醒悟 操 刚才自己只顾打着爽 忘了子弹的问题 迅速检查了一遍弹匣 发现子弹果然所剩不多 我赶紧把枪让给山霄 山霄熟练的挪动机枪 这次换成了点射 几乎枪枪避狼命 狼群很快退了回去 在外边虎视眈眈的看着我们 这狼群果然是想用迅猛的攻势 消耗子弹 现在见我们改为点射 马上退下去了 不再做无谓的牺牲了 刚才为了救我 山霄受伤 我查看了一下 他脖子下留了一道很深的伤口 深可见骨流血不止 我看了看 那伤口要是再深一点 恐怕大动脉就给抓断了 让我们惊奇的是 三个人之中唯一没有受伤的 竟然是小朋友 虽然狼群总是朝着他猛烈扑过来 却丝毫没有伤害到他 这让我们都很不理解 不过他没受伤 总算是一件好事 不然我们更不知道 该怎么办才好 我撕开衣服 裁成了几条布条 给山霄包扎伤口 却仍然止不住血 血很快 浸湿了衣服 顺着布条滴滴答答的流下来 这样下去 恐怕山霄支撑不了多久 就会因为血流进而死了 山霄一面举着机枪 警惕的监视着狼群 一面指挥我用刀子 撬开几颗弹壳 把子弹里的火药 倒进他伤口里 我从前听说过 这种火药止血法 据说在战场上缺少药品 有的强悍的军人 会把火药倒进伤口里点着 高温会瞬间把血管烧焦 起到止血的作用 但是这种暴力止血 带来的是极度的痛苦 好多人甚至在痛苦中 把自己的舌头生生咬断 断舌吞到石道中 把自己给噎死了 我的手有些颤抖 火药倒进伤口的时候 明显看到他的肌肉一阵抽动 我的手都软了 反复的问他 要不要换种方法 他摇了摇头淡淡的说 没事 烧吧 我的手有点发抖 打了几下 打火机才点着 好容易凑近伤口 伤口涌出的鲜血 几乎要把火药淹没了 我狠狠心把打火机 疗烤着火药 只听见呲啦一声 火药剧烈的燃烧起来 一阵呛人的火药味之后 山霄的下半尖脖子一片焦黑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烧焦的肉味 但是不管怎么样 伤口确实不再流血了 山霄脸色苍白 额头上涌出了细密的汗珠 牙齿咬得紧紧的 我在背包里翻着 想翻出一点酒给他喝 但是翻了好久 却什么也没找到 我非常后悔 刚才要抢他的酒喝 不然他现在还能靠着 喝点酒麻醉一下 山霄虚弱的摆摆手 示意我不用找了 他还撑得住 这个时候 远处传来一阵嗷嗷嗷的叫声 接着传来一阵咔嚓咔嚓的摩擦声 这声音我听过 是郎城大门开启的声音 山霄冷静的说 郎城的大门关上了 我们出不去了 我心里也是一阵的黯然 茫然的看着黑暗中的郎城 心里什么滋味都有 看来我们这次 真是要死在这儿了 我们两个人开始默默的 朝枪里压子弹 准备做最后一搏 和郎群同归于尽 这个时候 旁边突然传来一阵声音 放下我 我知道怎么出去 我吓了一跳 好半天才醒悟 这是小朋友的声音 他现在还在山霄背后呢 我赶紧把他解下来 看着他的样子 有一肚子话的要问他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进来的郎城 他又是怎么坐在了郎神庙里 但是话到嘴边 却不知道从何说起 最后山霄简单的问了一句 怎么走 小朋友指着火槽说 你们看 这些原油 是顺着水槽 自然躺过来的 原油烧完了 过不久又会流满 所以火槽 一定在哪一个地方 和游井连接着 游井那里 肯定有矿洞 我们找到游井之后 就能顺着矿洞出去了 他的这个说法 显然有些理想化 但是在这个时候 任何一根救命稻草 我们都要抓住 况且小日本 要是来这里开采游井 那么一定挖掘了 可以出去的矿道 不管怎么样 他们肯定不可能通过郎城的石门 运送工具和人力 反正我们已经被困死在这了 还不如死马当活马一 信他一次试试 我和山霄对视了一眼 他点点头 举着机枪 在前面开路 我让小朋友 走在中间 我走在他身后 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这人有些神神道道的 绝对不是一个列车员 那么简单 不得不防 小朋友轻蔑的笑了 说 你好像很怕我 我冷笑着 不怕不行啊 谁家的列车员 有那么大的本事 能跑到狼嘴里去 莫非是狼嘴里 也开通了火车站 小朋友咬紧了嘴唇 没有说话 把头发一甩 昂着头往前走 这一次 狼群虽然一直 不依不饶的尾随着我们 却始终没有再冲过来 走过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火槽 我们来到了一座小山坡旁 小朋友站住了 指着小山坡 有了 顺着他的手指方向看过去 小山坡上修起了一个 条石做的油槽 油槽中缓缓流动着石油 不断的流向火槽 这火槽中的石油 虽然被我们一把火烧没了 隔不了多久又会充满 这样看来 油田或者说油井 应该就在这个石槽后边 山肖用强广手电照了照 小山坡后是一处陡峭的石壁 黑漆漆的 石崖溅在了河水另一边 搞不懂他到底通向哪 有没有危险 山肖淡淡的说了一声 走 第一个就下到了水里 河水冰冷 冰得人骨头生疼 好在水并不深 也就没到大腿 小朋友明显不适用这种寒冷 在走到小河中间的时候 身体一个亮相差点摔倒在水里 被我服了一下 他客气而冷淡的说了一声谢谢 刻意的跟我保持着距离 本来以为 我们在过河的时候 是防御最松懈的时候 肯定会遭到狼群的疯狂袭击 也做好了准备 但是没想到狼群只是蹲在河滩处 眼睁睁的看着我们过河 并没有阻拦 反而像是再给我们送行 小朋友分析 狼有非常强的领地意识 也许他们认为被河流圈住的地方 才是属于他们的领地 这里不属于他们的领地 所以他们不再驱赶我们 我却对于他的这句话 非常的怀疑 拥有高度智慧的神秘狼群 很明显已经把这里全部占据了 这里边的每一寸地方 都属于狼群所有 怎么可能会放弃其他的地方 除非是 除非是河流之外 被其他更强悍的种族给占领了 这种可能非常的渺茫 我们已经见识到了狼群的庞大 以及凶悍 恐怕这里没有任何一个种族 能斗得过他们 顺着山崖走了一会儿 见到了油槽的尽头 原来在山崖一处凹下去的地方 摆放着几只巨大的油桶 油桶倾倒了 原油涌入了凹槽中 形成了一个大约游泳池般大的储油池 在这个储油池下 有人凿开了一个小坑 底下放着几根原木 将石油源源不断的引到石槽上去 我仔细看了看 那几根原木不是随便放的 下边还有一些齿轮机关 可以在石槽没油后 原木开启 让油库的油自动补充进石槽 非常的方便 我暗暗的想 看来这个狼城和石槽 一定不是一个石漆的东西 看那狼城一些破损的石像 明显是几百年前的古物 可是这个机关一定是在近代设计的 很简单 因为首先要日本人挖出了石油 装满了油罐 才会有这个石槽机关 顺着油坑 继续往前走 小山坡迅速升高 形成了一座小山 鬼藏人 第五十三集 在小山处 我们发现了一处隐蔽的山洞 这个山洞看起来不像是自然形成的 更像是人工打造的 开口处并不大 进去走了一段 山洞渐渐扩大 差不多有二层楼那么高 非常的超湿 往下滴滴答答的滴着水 水滴冰冷刺骨 滴到脖子里 让人得缩了半天脖子才能缓和过来 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 觉得这山洞有可能是日本人开凿的 也许里边有通向外边的出口 于是继续往里走 终于脱离了危险 我才松了一口气 而且就算在山洞中遭遇狼群 我们也可以借助地形 避免父辈受敌 我轻松下来 不断的说着俏皮话 想活跃一下气氛 小朋友却根本不理我 他问山霄要了一支强光电筒 不时地朝着山洞的石壁两旁照着 随着他的灯光 我们看到 这山洞中的岩壁 异常的平整 像是被人打磨过一样 有些岩壁上还雕刻着什么花纹 但是被水腐蚀的太厉害了 只剩下了一些模糊的条纹 小朋友喃喃自语 这里像是古代山洞 上面像是壁画 我想跟他搭话 故意刺激他 说不定是狼爪子挠的呢 小朋友一声不吭 继续往前走 仿佛眼睛里根本就没我这个人 我气得要死 还得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 在那左右瞎看 山潇这个时候问我 还有没有火把 我看了看 还剩下最后一个了 山潇把最后一只火把点着了 火把被我浸湿了石油 火焰很高 冒着熊熊黑烟 他举着火把 在岩壁处慢慢走了一圈 用火把的岩壁给熏黑了 石壁经过烟熏之后 原本模糊的石壁开始充满色彩 显示出一幅幅的壁画 我们都激动起来 仔细的辨认着壁画 那壁画波澜壮阔 顺着岩壁不断的延伸着 足足有十几幅 整个看完之后 发现这是一整幅的叙事壁画 像是描绘了一场战争 一支强大的军队 在大举进犯另一个民族 侵犯的军队用黑色来表现 另外一个民族用的是虚色 黑色军队来势汹汹 人数和马匹上都明显多于对方 将虚色民族打的是节节败退 退守到了大山深处 接下来画面就越来越迷糊了 不过据我们对比之后发现 这个模糊并不是因为墙壁被腐蚀了 更像是画面故意被这样处理了 甚至连太阳也变成了淡淡的白云 这就有些奇怪了 难道会途者想说明当时是阴天 或者说是大山里起了屋 山霄继续用烟熏着石壁 我们也继续往下看 这个时候战场上起了变化 那支节节败退的军队退守在大山深处 好多人朝着一处地下深渊 跪拜 接着好多勇士跳到了深渊里 物越来越重 将他们的身影全部覆盖住了 接下来战场上出现了一层灰黑色的烟雾 烟雾迅速弥漫到战场各处 整个战场都灰蒙蒙的 什么也看不到了 接下来的几幅壁画中 浓雾渐渐变淡 雾气中有不少略黑一些的影子 密密麻麻像蚂蚁一样 像是壁画被水流腐蚀的坑坑洼洼 这些影子根本看不清楚 到底是战士还是什么 随后画面抖转之下 接下来的一张壁画 浓浓的雾气已经散去 战场上一片狼藉 但是这个时候战场上的局势 已经完全颠覆了 地面上几乎都是黑色的死人 站立的大多是穿着虚色衣服的人 他们取得胜利之后开始打扫战场 将黑色民族的尸体抛入到深渊之中 然后在深渊旁做着各种仪式 像是在祭奠着什么 让我奇怪的是 黑色军队本来是压倒性的胜利 为何在一场浓雾之后便死伤殆尽 几乎是全军覆灭了 那灰黑色的浓雾又是怎么回事 我开始怀疑是脏气 诸葛亮当年七秦梦霍的时候 就曾经遭遇过脏气袭击 几乎是身死蛮地 古人利用大山中的特殊地形 将外来的大军拖到脏气沼泽地里 确实可以有效的杀伤大军 仔细看了看壁画 发现不对 壁画上有许多白色的雪山 分明是在东北 说不定就是大兴安岭 这里怎么可能有瘴气呢 看了又看 总觉得这些画面有点诡异 尤其是那个古怪的民族派遣勇士 跳入深渊之后 又有好多人用筒往深渊下 倾倒了许多黑色的东西 仿佛是一筒筒的鲜血 那深渊下到底是什么东西还需要用鲜血和活人去祭祀呢 后来虚色衣服的民族取得了颠覆性的胜利 又和这个有关吗 那朦胧的黑雾又是怎么回事呢 小朋友也有些疑惑 他抬起头来 见我正在看他忙扭过脸去 我一阵的烦躁 故意和他撇开距离 一路研究着壁画 接下来的壁画就有些复杂了 好多人在砍伐树木 然后把树皮剥下来 搓成一根长长的绳子 拴在深渊旁的老树上 一个明显高于普通人的人 头上带着一些装饰物 应该是这个民族的首领 将绳子系在身上 接下来士兵拽着绳子 把首领缓缓的掉了下去 下一幅图片中 首领已经消失不见了 只剩下士兵还拉着一根绳子 绳子一直延伸到深渊深处 再下一幅图片还是这样 士兵拉着绳子没有什么变化 接下来的一幅图画 士兵把绳子拉上来了 这时候首领又一次上来了 但是身上红色的衣服 却变成了黑色 好像个头也变矮了 他站在前方 看起来比普通士兵个子还小 接受着士兵们膜拜 再往后看 眼笔被腐蚀的太厉害 石片大片大片剥落 也不知道是壁画就这样结束了 还是还有 只不过看不到 我苦笑着 嘿 白看了半天了 感情这还是美剧 等着拍第二剧呢 说完之后 没人回应 回头看看 顿时吓了我一跳 就这一转眼的时间 小朋友不见了 我吓了一跳 大声的叫着山霄 前面空荡荡的 没人回应 赶紧向前走了几步 发现前面一块石头上 放着那只火把 山霄 也不见了 像鬼附身一样 在短短的一瞬间 山霄和小朋友 全都神秘的消失在了这个山洞中 我有点不敢相信 使劲的擦了擦眼睛 捡起山霄 放在石头上的火把 朝后边上去 边小声的呼唤着 小朋友 我迅速的往回走 地上布满了碎石 时不时的踢在一块小石子上 石子在黑暗中 咕噜咕噜的滚动着 激起了一阵阵古怪的回声 又一次回到了 那个古怪的壁画处 我突然的把火把在壁画处照着 照了一幅 又照了一幅 身体 一下子僵住了 在最后那幅壁画当中 原本是一个首领 站在山崖处 接受人民的膜拜 但是这个时候 在那个首领背后 却站着一个人 那个人比首领还要高 像是在低着头看着的 我吓得连退了几步 被石头一半 一屁股摔倒在了地上 在那个古怪的壁画当中 竟然多了一个人 这个时候 那石壁上的人 却突然抬起头来 朝着我这里看着 卧槽 这人还是活的 我往后退缩着 在地上摸到一块石头 就要朝着石壁狠狠地砸过去 是我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 哎 这声音 怎么有点像是小朋友 还在疑惑呢 那个人影 已经从石壁上 款款地走了下来 那身形姿态 分明就是小朋友 我还有些拿不准 问他 你别过来 你 你到底是谁啊 他扑齿一声笑 说道 哼 我还以为你多勇敢呢 看来也就是一个草包 我怒了 一下子跳起来 你说谁是草包呀 要不是你在那装神弄鬼 能吓到我呀 小朋友哈哈大笑 哼 谁让你老给我阴阳怪气的说话 我偏要吓唬你 我气得要命 刚想质问他 他却若无其事的摇摇脑袋 问我那个黑大汉去哪了 怎么看不见了 我故意说 他去前面探路了 待会会在前面等咱们 小朋友却突然严肃了 告诉我刚才发现了一件怪事 让我跟着他去看 他指着倒数第二和第三幅壁画 问我这两幅壁画有什么不同 我仔细的看了看 这两幅壁画都是士兵拉着一条绳子 没啥不同 小朋友却让我仔细看 说倒数第一条绳子是崩直的 倒数第二条绳子却是松垮垮的 仔细看了看 好像真是这样 一条绳子是笔直的 另外一条显得有些弯曲 不过这又能怎么样呢 说破天 他不管是笔直的还是打弯的 他不就是一条绳子吗 小朋友却严肃的说 他确实是一条绳子 但是放在这个场景上看 那就大有不同了 我有些不服气 质问他有什么不同啊 他说 你看这些壁画明显是叙事壁画 每一幅图都和下一幅图是递进关系 最后几幅图明显都能看出来 士兵用一根绳子把首领放入了深渊中 最后首领又被士兵拉上来了 这两根绳子就是表现的首领在深渊下的情况 有些不对劲 我问 哪里不对劲啊 第一幅图的绳子是垂直的 这是对的 说明首领还在半空之中 他的重量把绳子给拉直了 第二幅图表现的是首领已经下到深渊底下 他解开了绳子 所以绳子松垮垮的 也许是被风给吹得清泻了 我点了点头 确实是这样 鬼藏人第五十四集 小朋友却皱着眉头 还有一种可能 什么可能啊 他转过头来看着我 这个首领在半空之中就被什么东西给吃掉了 这样绳子下面没有了承重 也会随风飘起来 我一愣 不过想想 确实也有可能 可能性还很大 毕竟开始的时候 有许多勇士自愿陷生到这深渊之中 才引来阴森的死亡雾气杀敌 要说那深渊之下没有极度危险的存在 打死我都不会信 我又问他 这样说也不对 要是首领已经死了 那最后从深渊里出现的又是谁啊 你仔细看看 从深渊出来的那个人究竟是不是首领 还是两回事 你看最后那幅壁画 那人的身高都变了 看起来就像是变了一个人 要是那个人不是首领了 士兵们怎么还服气给他叩拜啊 他皱着眉头分析 当然了 这个人可能还是首领 我觉得这会不会是一种宗教包装 首领借助这个深渊来把自己给神化了 比如说 首领提前准备了另外一套衣服 在底下给换上了 上来之后又装神弄鬼 比如爬着走路之类的 所以身体看起来变矮了许多 我在大学是研究古代民族文化的 古代好多民族首领都会神化自己 来抬高自己的地位 好多首领都是巫师一类的人物演变成的 这个可能性倒是很大 古人还不就是装神弄鬼那一套吗 小朋友 却让我从头到尾给他再照一遍 他要先看完整幅壁画之后 再仔细的分析分析 他看完整幅壁画之后 眉头却皱得更紧了 看来我们想的太简单了 这壁画表达的意思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你仔细看看这几幅图 好像是须色衣服的勇士们跳入了深渊 可以理解成是一种祭祀行为 而且是最庄重的祭祀 他们用人迹引出了深渊中的恐怖存在 这个存在帮助他们打败了前来侵犯的军队 看起来有点意思 问题是深渊到底帮了他们什么 是这些黑物吗 你的意思是这些黑物有毒 是深渊释放的毒气 那须色衣服的人怎么都没事 莫非他们都带了防毒面具 还是说提前服用了解药 我倒是觉得 帮助他们打败对方的并不一定真是这个黑物 我痴笑着 不是黑物那是什么呀 难不成是六月天降大雪把敌人都给冻死了 小朋友指着一幅壁画说 你仔细看看 这幅壁画中画着一些黑点 这些东西是什么 这些隐藏在黑物中的小马点 我刚才就看到了 但是猜不出来是什么 这时候经过他提醒 也觉得确实有这种可能 这个时候我忽然想起来白狼给我们讲过的故事 狼群从地下深处 召唤来一种古怪神秘的虫子 带着那虫子去报复人类 难道就是这种古怪的虫子吗 我连忙问道 你是说 有一方从深渊中招呼出的小黑点 其实是一种虫子 这种虫子在雾气中对对方发起了攻击 这样才打败了对方的军队 小朋友赞许的点点头 嗯 看来你还不是特别笨 如此可教育 好多书上都记载过 一些隐居在大山深处的民族 往往能在战争中召唤出毒虫 蛇 蝎子 杀伤敌人 我在大学时查过资料 当年八路军解放湘西的时候 盘踞在那的巫师 还召唤过毒虫 拦在江边 阻拦士兵 后来 用了几大车雄黄 才熏走他们 嘿 这么一说 我也想起来了 说书的说过呀 古时候皇帝和炎帝打仗的时候 就有野兽上阵 狼豹 熊虎 鹰等等 三国里 孟霍还把大象老虎 弄成了野兽军 去对抗诸葛亮 对了还有 我记得战国四公子里那谁还弄过野牛军的损招 压在野牛尾巴上 交上煤油点着了 让野牛去攻城 一下子就把敌人给打蒙了 小朋友回头看看我 哎 没看出来啊 你还挺博学 嘿 哥哥我的优点多了去了 你慢慢发掘吧 瞧瞧 夸你胖你还喘上了 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 告诉你 不是说书的胡锤 因为古代还真有不少动物作战的例子 古代印度和泰国都组建过大象军团 非常厉害 当年成绩思汗远征欧洲的时候 也在西藏争调了几万只藏鸥 组成藏鸥军团 一口气打下了半个欧洲 你看 现在欧洲好多的大型犬都有藏鸥血统 就是那时候留下的种 我赞叹着 嘿 小丫头挺博学啊 对动物还真有研究啊 万世通博士 我且问你啊 哪种动物炖着最好吃啊 小朋友冷哼了一声 甩着马尾边 继续朝前走 走了一会儿 孟一抬头 突然涌起了一股 被窥视的感觉 四处看看 周围还是静悄悄的 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那种强烈的被窥视的感觉 并没有消失掉 走了一会儿 我老觉得新鲜 有些不宁 仿佛身后有什么东西盯着我 让我脊背上一阵的发了 于是我边跟小朋友扯淡 边不时的往后看 弄得他都安慰我 说我不用担心 他会保护我 又走了一会儿 那种如芒在背的感觉 越来越重 总觉得山洞中 除了流水声之外 好像 还有一股粗重的喘息声 我忍不住停下脚步 严肃地问他 小朋友 你老实说 到底 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 小朋友一脸惊讶 连你也听到了 我一阵紧张 你听到的 什么声音 小朋友认真地看着我 一字一顿地说 你肚子里的咕噜声 大叔 你到底多久没吃饭了 我要哭的心都有了 这小丫头 这不是存心在给我添堵吗 又走了一会儿 小朋友突然停下脚步 说道 哎 我怎么闻到一股烤肉味 会不会是黑大汉在烧烤啊 我简直无语了 都什么时候了 他竟然还能幻想出这样的一幕 他继续天真活泼地说 真的 就在前方 咱们快点过去吧 去完了 恐怕什么都捞不到了 说完 他一把拽着我的手 硬是拉着我朝前走 他那只手抓住我之后 使劲掐了一下我的手心 然后开始用手指 在我掌心 一笔笔地画着 他竟然是在我的手心处写字 我猛然一愣看着他 他朝我使了一个眼色 继续说 哎 你说黑大汉烤的是什么呀 不会是狼肉吧 我随口敷衍着 狼肉还好 搞不好是人肉 却把注意力全部都放在了手心上 只见他迅速写下了两个字 有人 我的脸色刷的一下变了 小心戒备着 娘的 这山洞里果然还有一个人 使劲捏了一下他的手指 意思是听到了 他一边喋喋不休的吵着要吃肉 一边继续快速的写着 你背后 五点钟方位 写完这个 他装成着急赶路 却被石头绊了一下 摔倒在地 我装成不耐烦的样子 把火把放在一边 看起来是要去扶他 其实 已经把背上的步枪 卸了下来 举了起来 朝着五点钟的方向瞄准 吼了起来 谁快出来 小朋友猫着腰 捡起火把 朝那边扔了过去 他这点很高明 因为火把在我们这 我们在明他在暗 很容易就会受到他的攻击 火把画过一条弧线 静止朝着五点钟的方向飞过 也照亮了那边 那边空荡荡的 连一块石头都没有 并没有什么人 我有些狐疑的看着小朋友 会不会是他弄错了 小朋友慢慢地站起身子 他弯着腰朝前方走了几步 给我打着手势 让我悄悄过去 我也学着他的样子 朝着前方悄悄地摸了过去 就在我快要走到那的时候 地上猛然窜出来一个巨大的黑影 朝着我扑了过来 我吓了一跳 来不及反应 啪就是一枪 那黑影应声倒地 借着火把我看到 躺在地下的竟然是一匹狼 原来这匹狼一直在偷偷地跟着我们 刚才更是藏在了地上一个深坑里 要不是被小朋友及时发现 恐怕我们早晚要遭他的毒手 小朋友也很庆幸 他甩了甩手 走过去捡火把 我一脚踢在了狼的身上 想着这狼也真够倒霉的 跟踪了那么久 也算潜伏的够深了 可惜遇到了我这样的神枪手 一枪毙命 连坑都不坑一声 这样想着我突然一愣 不对啊 这狼怎么那么轻松就死了 山霄刚才杀了那么多狼 全是一招毙命 那些狼好歹临死前也会哀嚎几声 哪个会像这样连个屁都不放 倒下就死了 坏了 这恐怕是一个陷阱 我赶紧叫小朋友 回来快回来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小朋友还没走到火把处 突然抱起一个人影 朝着小朋友的脖子 就狠狠的掐了过去 我虽然预料到了这种情况 但是这种情况真的出现 脑子里一时间也反应不过来 一下子傻乎乎的愣在了那 这个时候 几乎像是电影里放映的那样 就在那个黑影双手 要接触到小朋友脖子的那一刻 说时迟那时快 他竟然毫无前兆的来了一个后空帆 一下子避过了 这致命一击 后空帆 竟然真是在杂技或者电影里 见到的后空帆 我完全看傻了 一下子 呆在了那 鬼藏人 第五十五集 这时候 我也看清楚了 那攻击小朋友的人竟然是老绝户 没想到这老家伙竟然也潜入了狼城 而且竟敢攻击我们 小朋友一个后空帆之后也有些站不稳 朝后看看走了几步 见我还傻站在那 骂道 开枪啊 还不赶紧开枪 我猛然醒悟 脸都红了 迅速把子弹推上堂 朝着那边瞄也不瞄 就是一枪 就我这枪法 在猎场打固定拔的时候 一百环能打个十环就不错了 打黑压压一片的狼群自然没问题 打人就算了 这一次自然也是正常发挥 子弹打在了那人影大约两三米远的地方 见起了一堆石屑 那人一缩身 在地下迅速打了一个滚 接着弓着腰 迅速朝着山洞里跑去 只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转眼之间连影子都看不见了 我装模作样的收下枪 骂道 草 算你这孙子跑得快 小朋友却气得直跺脚 你怎么那么笨啊 我给你使了那么多眼色 你还让他给跑了 我潇洒的摇了摇手指 这人曾经帮过我一个忙 江湖规矩 这次我放他一马 下次他再见到我 就没那么走运了 小朋友一下子来了兴趣 你认识他 那必须认识 太认识了 我们那关系 别提了 那你快说说 他到底什么人 为什么要袭击我 我朝他摇了摇头说 小朋友啊 小朋友 我看你才真正是高人不露像呢 你可别告诉我 你在火车上坐厨子之前 还在杂技团卖过票啊 小朋友倒也爽快说 这样吧 你先告诉我 这个人到底是干嘛的 我就告诉你我的事情 这年头的小丫头骗子 都懂得讨价还价了 看来我真是老了 这辈子连个媳妇都够呛能混上了 我叹了口气 简单跟他说了一下 老绝户的事情 想着女孩子 应该对于爱情故事感兴趣 便顺带的说了一下 老绝户当年 和那个女工程师的情史 没想到他听我说完 却激动了 死死的拽着我 问我 那个老 老绝户说 那个女工程师 叫什么名字 经他这么一问 我赶紧回想 可是越想就想不起来 急得我团团转 后来终于想起来了说 他说了 叫鸡公 姓鸡 全名就不知道了 这个姓很少见 所以我记住了 啊 他听到这个消息 一下子震着 我连忙问他 怎么了怎么了 你不会也爱上他了吧 别呀 我怎么着 也比那个糟老头子强点吧 他点了点头 目光呆滞的说 是他 真是他 我更加着急 是谁呀 你不会是撞鞋了吧 他拢了拢头发 站起来 解开脖子上一个项链 坠子是一个新型的小盒子 盒子打开 里边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孩 抱着一只雪白兔子的照片 照片之下写着一行字 鸡小免 射于马尾沾倒 我说 看不出来啊 你小时候还挺可爱的 嘿 名字挺逗 鸡小兔 他扑斥一声笑了 大叔 你仔细看看 我仔细看了一下 那眉眼鼻子 分明就是一个年轻版的鸡小兔 算算时间也对 这能有什么问题呀 他重重的说 看准了 我叫鸡小免 不叫鸡小兔 嘿 还真是啊 你下边少了条尾巴 他当兄给了我一拳 你下边才少了一条尾巴呢 这样一闹 气氛活泼了不少 我们之间的关系 也拉近了不少 他说 那死老头都对你说什么了 你就对他那么死心塌地啊 闲着没事 我把老绝户当时给我说的话 给他重复了一遍 鸡小免堕着教授 你小子可真傻 怎么他说啥你就信啥呀 我撇了撇嘴 我不信他 难道信你啊 当然信我了 凭什么呀 他哼了一声 哼 那老头 有没有说当年那个女人叫什么呀 说了 叫鸡公 我叫什么 我下意识地说 鸡小免啊 哼 你觉得鸡这个姓很常见吗 我恍然大悟 难道说鸡公 他点了点头 那是我姥姥 我有点糊涂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这一眨眼的功夫 鸡公就成了鸡小免他姥姥了 我催问他 为什么说老绝户说的话不对啊 再说了 小朋友他姥姥姥姥 又不是他姥爷姥姥 即使他姥姥姥姥也不代表 他也跟着姥姥呀 他冷哼一声 说道 我们姥家都是随母姓 你这才是少见多怪呢 你小子还真是单纯 人家说什么 你就信什么 你也不仔细想想 他说的到底对不对 有没有破绽 他给我逐条分析了 老绝户话中的几个破绽 一 他作为一个普通士兵 又不是特工 不可能潜伏在一个伐木队中 长达数月 这明显不符合军队制度 二 他被数百只毒疯子围着遮 鸡公不可能不受一点伤 他也不可能不被遮死 三 鸡公怎么能指挥狼 还让狼给他送食物 这个也太玄幻了 经他一分析 我也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有点太不现实了 甚至可以说太过玄幻了 看来我还是太嫩了 被老绝户一骗一个准 保不准他现在会怎么笑话我呢 我有点恼火问 那个老家伙 为什么要骗我呀 他不这样骗你 你能放他进来 想想也是 要不是那个故事 我准把他靠得结结实实 现在还在外边等着冬家他们 我还有些疑问 那老家伙又为什么死活要进来呢 鸡小敏摇了摇头 那我就不知道了 哎 他会不会真是喜欢你姥姥 所以过来找他呀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你看他留在大兴安岭那么多年 就为了进到这里 他能花那么大代价 说明这儿的东西对他来说是无价之宝 你觉得你会为了一个萍水相逢的女人 在老林子里苦苦等待几十年吗 想想也是 别说我不可能 古往今来也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人 杨过世等了小龙女好多年 所以那个是小说嘛 他大胆的推测 我倒是觉得 这个人很可疑 我想 他会不会是当年的间谍 在贼喊抓贼呢 这个应该不会吧 他一个大头兵 有啥本事做间谍 当间谍应该也得有一身伤 比如 川岛方子 他扑斥一下笑了 你也太高股间谍了吧 间谍也分级别的 像川岛方子那样的高级间谍 哪有几个呀 还有低级间谍呢 那就多了 比如 刘洋的大学生 甚至普通人 也有可能被发展成低级间谍 我惊讶了 有那么容易吗 怎么没有啊 你想 他们当时修路的地方挨着墨河 墨河和苏联就隔着一条河 冬天 整个墨河都结冰了 人只要趁着黑 猫着腰在冰河上跑一会儿 就顺利到了苏联了 到了河对岸 苏联就会拼命的想办法 发展你成为间谍 许诺给你多少好处 再让你偷偷溜回来 按照约定 给他们发情报 他后来躲在大山里 也许就是因为身份暴露了 为了逃避追捕 才藏在这儿的 我撇了撇嘴 哼 咱们东北人 还是讲节操的 哪那么容易叛变呀 姬小勉冷哼一声 哼 告诉你 苏联人 专门有办法 对付这些讲节操的 你要是不肯听他们的安排 他们也不跟你废话 直接用烧红的烙铁 烫你的牙 烫完之后 两排牙就全掉下来 牙神经裸露在外边 别说灌辣椒水了 就是吸一口气 都能把你给活活疼死 我一阵唏嘘 想着这老毛子手段 确实残忍 难怪能建立起 世界文明的间谍组织 好吧 他就算是间谍 为啥要找你姥姥呢 也许 是我姥姥抓到 他什么把柄了吧 或者说 我姥姥手里 有什么他想要的东西 有可能吧 好在你姥姥躲到这儿 不然早就被他找到了 我有点恼火 想着自己一路上还在冲专家呢 没想到这小丫头骗子 才是真正的专家 他这城府够深的呀 现在还指不定在心里怎么笑话我呢 我阴阳怪气的说 还没看出来啊 没想到你才是大boss呀 我还以为你真是不小心到这儿的呢 他冷哼一声 我那是诈你的话 谁知道你也是一个愣头青 还没有我知道的多 我赶紧问 那你知道不知道怎么出去啊 还有 这郎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摇了摇头说 我只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 至于这里边有什么 我就不知道了 我苦笑着 原本以为总算见到了一个明白人 没想到也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 不过他好歹知道一些这阴诚的事情 我先套套这小丫头骗子的话 先出去了再说 哎 你都知道什么呀 说出来 咱们一起分析分析 说不准就分析出来了 你想的没 感情你一个字都不掏 还要把我这边的消息全掏走 天底下 哪有那么好的事啊 我大怒 老子就知道那么多 刚才全告诉你了 你这不是谢莫杀驴吗 他见我生气 却咯咯笑了 行了行了 都告诉你还不行吗 鬼藏人 第五十六集 不过他提出了一个条件 在他说完之后 我也要把我们来这的目的都告诉他 我大喜 小朋友来这果然还有内情 还真是被我给炸出来了 他想知道我来这的目的 这个太容易了 我本来也不知道来这是为了什么 到时候实话实说就行了 他走到一块石头旁 捋了捋额角处的头发 又摇了摇头 像是在整理思绪 看着远处的黑暗 好一会儿都没有说话 我本来眼巴巴的看着他 现在也不好意思打搅他 抱着肩膀四处走走 山洞里虽然没风 但是到处都滴着水 湿气很大 四处找了找 旁边竟然有不少干燥的烂树枝 用打火机点着了 整个山洞顿时亮了起来 现在老绝户吓跑了 山霄要是看到火堆 说不定就会找过来了 我搬了两块干净的圆石头 招呼小朋友 在火堆旁坐下 他还沉浸在对往事的回想当中 眼睛迷茫的看着跳跃的火焰 火焰硬得他的脸通红 我不敢再看 红着脸咳嗽了几声 他转过头来 看着我笑了笑说 这件事情 其实是源于我的姥姥 我姥姥出身于书香世家 从小念的是新学堂 后来还留了养 他开始学的是医学 后来想用国家号召 工业救国 改为了地质勘探 学成回国的时候 他一心要去大兴安岭做勘探 后来就在一次勘探时失踪了 我听得有些糊涂 都这个时候了 他怎么还有闲心 给我讲他的家族秘史呢 不过不好打断他 只好听他继续讲 他继续说 我姥姥的事情 今天看起来虽然有些蹊跷 但是那个年代 惊世骇俗的事情多了去了 谁也不会多想什么 直到前几年 我妈妈突然收到了一封 我姥姥的来信 我吓了一跳 连忙问 哎 你姥姥记得些 她被人找着了 她摇了摇头说 事情 就奇怪在这里 我姥姥作为一名高级工程师 平白无故的失踪了 在当地 也算是一件挺大的事情 当时部队在大山里寻找了许久 最后放弃了 把他当作因公牺牲的烈士 那么多年过去了 他一直音讯全无 我们都以为他早就死了 别说他 就是我姥爷 身体一直硬朗 时局不好 也没停多少年 你说 这青天白日的 他怎么突然 给我妈妈来了一封信呢 这事还用问啊 很简单 这一定是骗子 想骗你们家的钱 他摇了摇头 那是一封挂号信 邮寄过来的 是我签收的 信上的字 我看得清清楚楚 是用毛笔 写得很端庄秀气的小凯 那个时候邮递员还挺纳闷 说他送了半辈子信 就没听说过 有人用毛笔字写信的 我当时也不懂 随手就丢给我妈妈了 没想到我妈妈 一下子脸色就变了 他当时一句话也不说 把自己 关在书房里整整一贴 我叫了他几次 他连饭都不吃 话也没有一句 把我给吓坏了 第二天 他才从书房里出来 我看见他屋子里 有一个冬天取暖的火盆 火盆里 有好多黑漆漆的指挥 想是他一天在书房里 在烧什么文件资料一类的东西 我当时问他烧的什么 他也不吭声 像是一直在想着什么新事 就这样 又过了几天 他就说要出差 出远门 走之前 他把家里的存折 存款 还有账本 什么的 都给了我 我忍不住问他 哎 你妈妈 怎么不给你爸爸呀 他恶狠狠的说了一句 我没爸 我不敢再问 规规矩矩的 听他讲话 傻子也能看出来 事情肯定不对了 我就逼问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母女二人 相依为命 他不可能一走了之 抛下我不管了 结果妈妈却说 这是好事 我姥姥在大兴安岭 被找到了 他这次赶着去接我姥姥 五六天就能回来 我还有点怀疑 要看信 他却说我姥姥 在信里说了一些家事 不方便给其他人看 他看完之后 已经烧掉了 这么说 也是合情合理 我就没说什么 送他上了火车 在上火车的一瞬间 他见我在那哭天抹泪 却笑嘻嘻的说 我现在是大孩子了 不能哭 还装模作样的 要跟我握手 我只好擦干眼泪 跟他握手 没想到 在他和我握手的一瞬间 我却感觉他塞了一个 小纸条在我指缝里 我很惊讶 发现他严肃的看着我 做了一个 不易让别人察觉的手势 示意我现在不要看 等回家再看 我还想说什么 他却用力的 向我挥挥手 跳上火车 转眼之间 火车就开了 我匆忙回到家 展开纸条 发现纸条上 写着一句话 说他这次 要是平安回来 那自然一切照旧 要是他这次一去不复返了 我要赶紧找个人嫁出去 越远越好 永远也不要再回来了 他在信末特别嘱咐 让我看完后 将纸条烧掉 跟谁也不能说 后来 我妈妈果然没有回来 我当时翻遍了书房 想查查他烧掉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 找了半天 才发现他烧掉的 是我姥姥以前 在大兴安岭 勘探铁路时 写的一些工作日记 以及一些旧文件 另外 我还发现 中国地图册上 关于大兴安岭那些 全被人撕下来了 应该是他临走前撕掉的 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 大兴安岭 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 这件事情 先是把我姥姥陷进去了 然后又是我妈妈 我又没有兄弟姐妹 接下来 肯定就是我了 这么多年 我一直 死守着我们的老宅子 连一天都不肯离开 就怕受不到信 果然 在上个月 我终于收到了一封信 啊 又一封信 这封信 又是谁发的呀 他古怪的笑了 当然 还是我那个失踪的姥姥 你姥姥 那信是写给谁的呀 这一大家子 还是我一个人 信 自然是写给我的 我站起来 来回走了几步说 这 这不可能啊 且不说你姥姥 失踪了那么多年 就算你姥姥没失踪 好好养在家里 她现在都多大了 怎么可能还给你写信呢 确实不可思议 但是我等这封信 已经等了好久了 那么多年来 我没有听我妈妈的话 一直就在等着这封信 我一惊 问他 你想干什么呀 干什么 他冷哼一声 哼 我必须查出来 到底是什么人在作怪 在祸害我们家的人 你不怕呀 怕 怕有什么用 他们能找到我姥姥 我妈妈 还能找不到我吗 这件事情不解决 我就是跑到天边都没用 我迟疑了一下问他 你妈妈 临 临走前嘱咐你 这件事情 跟谁也不能说 你怎么告诉我了 他自嘲的摇了摇头说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觉得 你和我一样 也无缘无故的 给卷进来了吧 不说了 说说你吧 怎么来到这 我苦笑着 哼 我的事情 简单的就像一张白纸 说实话吧 我真是平白无故 被卷进来的 东家 就是我老板 他在北京前门 开了一家皮货店 我是皮货铺的掌柜 有一天 有人来我这里卖皮子 后来就稀里糊涂的 死在了大清安岭 他死之前 在树上刻了我的名字 东家派人来了两次 那两拨人都失踪了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东家这次 亲自带着人来追查 我没有办法 也只好跟来了 他瞪大了眼睛 啊 原来是这样 看来你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怎么还敢进郎城啊 真就那么简单 我要是死在这儿 那可真是死不瞑目了 连个念想都没有 你看我这倒霉催的呀 那你们东家呢 他们为什么进阴城 还有 你说你是跟老绝户进来的 怎么后来又分开了 这就说来话长了 简单说吧 我们本来啊 找了这个老绝户做向导 没想到半夜呢 被他给偷袭了 他也跑掉了 我们在老林子里误打误撞 就来到了这儿 结果没想到 又遇到他了 东家让人把他捆了起来 让我看着 后来他们几个先进了阴城 后来我听见阴城里有枪声 觉得不对劲 就禁不住那老家伙蹿躲 这不就跟他进城了吗 没想到老家伙 比土耗子还麻溜呢 就会打洞一样 一进这地下就不见了 我这边误打误撞 就撞上你了 他感慨着说 要说你们东家人多 说不准 也懂一些这里的事情 来这里也就来了 你们两个人怎么进来的 外面的狼群 能让你们进来 我得意了 不就是一群畜生吗 还能拦得住我们 你可别小看那群狼 那群狼可不一般 你就是来一个加强连带足火力 都不一定能斗得过他们 人还能跟畜生一般现实 小爷我压根就不跟他们动手 他更加奇怪了 你们没和他们动手 那你们怎么进来的 我傲然的说 千里走单济 我们顺着铁链子 一路爬上来的 铁链子 他一愣也感慨着 这还真是狐有虎路 蛇有蛇道 没想到顺着铁链子也能爬进来 我问他 你又是怎么进来的呀 他明显回避这个话题 敷衍着 那封信里写了进来的办法 对了 那你有什么打算 我还有什么打算 我只能顺着山洞往前走 找到东家 然后跟他们回去 以后老老实实过我的小日子 反正这些事情我也不懂 跟我也没关系 我只要能活着出去就行了 也是 我犹豫了一下问他 哎 你要是在这里找不到 他们 怎么办呀 鸡小敏摇了摇头 看着跳动的火把 眼神有点迷茫 我也不知道 妈妈失踪以后 我时刻都在想着这件事情 早晚要来找他们 大学期间 我专门拜师学习了武术 毕业之后 我专门报考大兴安岭铁路县的 乘务员 也是想多接近这里 有时间 我就住在大兴安岭身处 现在 终于来到这了 其实有时候 我也觉得自己真够傻的 也不知道 他们是不是还活着 我见他情绪低落 安慰他 哎 肯定没事啊 你忘了 老爵户说过 大兴安岭的狼 多一半都听你姥姥的话 他能有什么事啊 保证屁事也没有 吃麻麻香 撞得像头牦牛 他破气一笑 推了我一把 去你的 你才撞得像头牦牛呢 我又问他 哎 小勉子 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 你怎么坐在狼神庙里啊 他迟疑了一会儿 认真地看着我 小七 我不想骗你 这件事情 我不能告诉你 嘿 没事 没事 我呀 就当你是被狼 背走做新娘了 他在我头上 敲了一下 骂道 你这个坏小子 我看你倒是应该 去给狼 做新狼 鬼藏人 第五十七集 走了那么久 我们又累又饿 加上刚才穿越小河的时候 裤腿全都湿透了 这个时候在阴冷的山洞里 都冷得牙齿上下打架 我翻了翻背包 里边有一壶水 还有一些 我在遇到赵大虾子时 吃剩下的食物 两个人捡了一些柴火 火把也要烧完了 索性扔到柴火堆里 生了一堆火 把水壶里的水烧开了 喝了点开水 胡乱吃了些东西 凑着火堆 烤干了衣服 从背包里翻出头灯 戴在头上 继续向前走 姬小勉 还有些担心老绝户 我安慰他 老绝户这人 看起来有些怪异 其实人不坏 刚才估计是误会了 再说了 凭着我这五马断魂枪 还有你的夺命鸳鸯腿 还怕他个鸟啊 山洞越来越开阔 我把头灯调成散光 可以看到更大的地方 小朋友也掏出来一个强光手电 朝着远处照着 也许是因为分享了各自的秘密 我和小朋友之间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尤其是我知道他从小失去了双亲 一个人孤苦伶仃的生活 确实也够可怜的 在他讽刺我的时候 我多数保持沉默 只是乐呵呵的傻笑 又走了一会儿 前面的山洞越来越大 越来越深 地下的碎石也越来越多 我们不时的被碎石绊住脚 两个人互相搀扶着 几次都差点摔倒在地上 姬小敏用手电仔细照了照附近 皱着眉头说 小七 这里有些不对 怎么了 他用手电照着地上说 你看 这地下明显是一个大坑 但是被碎石子给填住了 我用脚踩了踩 碎石往下缓缓的陷着 这底下果然是一个深坑 这可真是奇怪了 难不成是狼群金融危机了 找不到工作 所以狼王派狼群在这里挖一个坑 再填一个坑 这一挖一填的就创造了两份GDP 他忍不住笑了 去你的吧 你给我严肃点 你看这山洞周围 有没有什么不同 这一块的山洞 像是突然间扩大了许多 多了一个大肚子 他点了点头说 你觉得 这里像不像曾经爆炸过 这个山洞 是被冲击波冲击出来的 像 确实像 他用手电筒朝里边照了照 里边的山洞更大 看来我们这里 只是爆破的边缘 山洞再往里 才是爆炸的中心 这个时候 我也觉得 这个山洞有些不简单 把步枪拉上了枪栓 走在了最前面 姬小勉提着火把 也在后边小心戒备着 这个时候 前面忽然轰隆一声巨响 在底下身处 仿佛有人引爆了什么 整个地面都剧烈的颤动起来 山洞中不时的有碎石掉下来 我忙拉着姬小勉 贴着岩壁站着 等着碎石过去 才敢起身 顺着声音照过去发现 在前方地下 出现了一个差不多有一间屋子大小的黑洞 洞口有黑阴了 刚才那爆炸声 就是从这里传来的 姬小勉蹲下身子 闻了闻 眉头紧锁 有人在下面引爆了石油 我有些惊讶 引爆石油 石油也能引爆 他没说话 用手电筒朝着四周照着 搜索着 很快发现了什么 他指着前方说 石油 要是放在这里 就能引爆了 在乱石堆中 露出了一个大油桶的一角 不知道埋在这里多久了 油桶罐都被砸扁了 联想起老绝户刚才一路跑向了这里 以及突然失踪的山霄 我突然涌起了一股不好的预感 难不成 是老绝户在底下引爆了油桶 不过他有病吧 没事好好的 干嘛要引爆油桶啊 我还在想着 山洞中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枪响 我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看老绝户刚才的动作 他手中应该没有武器 不然也不会那样落荒而逃了 这开枪的应该是山霄 他遇到了危险 想也没想 我一头钻进了山洞 一钻进去 就闻到了一股强烈的油烟味 这底下果然是引爆了油桶 进入山洞之后 我才知道 那油桶爆炸的冲击波有多厉害 本来很小的山洞 被炸出来一个巨大的肚子 形成了一个 大约有几间屋子那么大的空间 到处都散落着大大小小的碎石 山洞上还不断的 往下吊着大块大块的碎石 姬小敏冷静的观察着山洞说 这个山洞不是炸出来的 它本来就有 是有人用石头给封住了 我哪顾得上这些 一脚踢开一块小石子 焦急的喊着 山洞 山洞 旁边传来了山洞微弱的声音 小七 山洞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他的半截身子都被埋在了碎石堆里 满脸灰土 声音听起来也是有气无力 像是受了重伤 我脑子里一阵发热 一直以来 我都以为山洞是打不死的小强 只要他在 我就什么都不用担心 从来没有想过 他有一天也会重伤也会死掉 我冲了过去 死死的抓住了他的手 喊道 山洞 山洞 山洞有气无力的说 小七 你快 快出去 我的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叫道 不 我不走 山洞 山洞使劲的摇摇头 猛吸了一口气 说道 小七 我没事 你听我说 你快点出去 我还要坚持 小朋友冲上来一把拉住了 我说 小七 你闭嘴 我热血上勇 回头骂道 操 你才闭嘴 告诉你 怕你就出去 我反正要和山洞一起死 老子才不怕呢 姬小勉朝我头上使劲敲了一下 一下子把我给打懵了 骂道 我最看不起你们这种人 就会成匹夫之勇 你现在这样有用吗 你能救得了他吗 你连一匹狼都对付不了了 别在这里耽误时间了 我渐渐冷静了下来 确实 以山洞的身手 加上大杀伤武器 要是都顶不住 我在这里 恐怕也只能驮后腿了 但是你要我什么都不做 就在这里看着他送死 那也肯定不行 我焦急的问 那我们怎么办呀 姬小勉蹲下身子 冷静的问山潇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出去 去狼神庙 叫狼王 他们要出来了 一定要拦住他们 我搞不懂什么意思 但是也听懂了 去狼神庙 叫狼王 这地下 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 只有狼王 才能封印他 这话很奇怪 像是玄幻小说一样 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 山潇说的每个字 都是圣旨 我根本来不及 在脑子里过滤 只是一个字一个字的 记在了心里 姬小勉 留在了那 他让我放心 说只要他还活着 山潇就不会死 他开始拼命的扒开山潇 身下的碎石 想把它给弄出来 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使劲的点点都把枪塞给他 拼命的朝外跑 跑出山洞没多远 就听见山洞中传来一声 闷闷的枪响 我亮枪的跑了几步 差点摔倒在地上 他们一定是遇到了危险 在山洞中开枪 咬咬牙 我拿出大学时 百米冲刺的速度 一只手拿着手电 撒鸭子拼命的往外跑 人的爆发力是惊人的 按说这山洞里到处都是碎石 水坑 随便一个水坑 都能伴我一个大跟头 但是事到临头 我总是闲闲的跳了过去 本来很长的山洞 我几分钟就到了尽头 冲出山洞 狼城的火光早就熄灭了 外边黑漆漆一片 到处都是漂浮着的 绿莺莺的狼眼 狼颖魅惑 却搞不懂狼神庙 到底在哪个位置 我心里憋着一团火 拿着手电筒到处照 却怎么也找不到 最后实在是没办法 只好死马当火马医 把手电筒扔下 两只手扩成喇叭 朝着狼城四面大喊 狼王 山洞里的东西要出来了 赶紧派狼过去呀 山洞里的东西要出来了 快点派狼过去呀 喊了几声 狼城中静悄悄的 一点动静都没有 鬼藏人 第五十八集 我失望极了 但是同时也鼓足了勇气 凯然的捡起手电筒 要往山洞中走 不管怎么样 姬小勉和山潇还在那 就算死 我也要和他们在一起 这个时候 黑暗的狼城深处 突然传来一声 低沉而悠长的狼嚎声 那声音分外的坚定绵长 把我给震住了 一时间愣在了那 伴随着这声狼嚎 到处都传来一声声的狼嚎 此起彼伏 有高有低 仿佛有无数匹狼 在回应着 那第一声狼嚎 随着这些狼嚎声 黑暗中出现了一堆 绿鹰鹰的狼眼 狼眼汇聚在一起 迅速朝着我这里 移动了过来 原本穷凶极恶的狼群 刚才还在和我 拼得你死我活的狼群 此时却成为了 我眼中最可爱的生物 我大声的呼唤着 拼命的挥舞着手 用手电筒在扇动处照着 指引着它们迅速进入山洞 狼群像是一条巨大的 灰色的长蛇 有条不紊的进入了山洞 我无法判断山洞中 到底进入了多少匹狼 但是我用手电筒 连续照了几分钟 那些狼还是持续的 向着山洞中进入 我等了几分钟 实在是等不了 索性也跟着狼群 一起冲进了山洞 从前看美国电影 与狼共舞 我还真以为 这是一部和狼一起跳舞 一起征战的电影 后来看了以后才知道 这是一部描述 印第安人的影片 但是在此刻 我确确实实 做到了与狼共舞 几百匹 肃杀的狼和我一起 朝着山洞中奔跑着 狼群嚎叫着 我也嚎叫着 拼命的跑动着 我能感受到狼的孤独 狼的饥饿 狼的悸动 狼的仇恨 狼的愤怒 狼的兴奋 我感觉自己 也变成了一匹狼 远远望去 山洞中 已经燃烧起了一堆大火 我很怕山霄他们出事 老远就大声呼唤着他们 山霄和姬小勉 此时已经从地下洞穴中钻出来了 他们站在山洞的一块大石头上 身上只剩下了内衣 在他们身旁 升起了一堆大火 应该是用他们的外套引燃的石油 估计想用大火阻止地下洞穴里的东西出来 在那个地下洞穴处 他们搬了几只大油桶 以及一些大石块 牢牢的堵住了出口 现在我离山洞 已经很近了 已经能清晰的看出来 山洞下的确有什么东西 在愤怒的撞着大油桶 拼命的想窜出来 突然 一个油桶被撞翻了 一个灰白色的怪物 从山洞中窜了出来 浮在了地上 一动也不动 这个时候 狼群也已经冲到了洞穴处 和那个怪物 短兵相接 领头的大狼 朝着那怪物猛冲过去 像是要撞倒他 那怪物蹲在地上 一动不动 像是眼睛里根本就没有这批狼 却在大狼扑过来的一瞬间 他一下子扶下身子 堪堪躲避了过去 接着 在大狼尚未停稳的时候 他一个剑步窜了过去 绕过大狼的身侧 尖利的爪子 仿佛雷电一般射出 瞬间就撕开了狼腹 鲜热的肠子 一下子涌了出来 他用爪子捧起热血 贪婪的喝着 这异常残忍的一幕 让周围的场面 顿时变得血腥起来 姬小勉死死的捂住 鼻子满脸的厌恶 几乎要吐出来 山霄从石头上跳下去 从石头堆里 捡到了一根铁棍紧紧的握在手中 随时准备出击 狼群也是一阵骚动 想来也是被这残忍的一幕 给吓住了 开始有些退缩 但是还是继续朝前冲了过来 这个时候 两匹狼迅速对视一眼 短促的嚎叫了一声 一起朝着那怪物冲了过去 还没走到怪物身前 那怪物突然抱起 足足窜起有一米多高 一下子跳到了打头的那匹狼头上 他用爪子把住狼脖子 冲着脖子就是狠狠一口 几乎是毫无悬念的 那匹大狼的大动脉被咬断了 鲜血喷泉一样的喷射着 交到了另外那几匹狼上 后边那匹狼一个哆嗦 转身想跑 却已经迟了 那星红色的怪物突然从狼身上跃下 一个打滚 缩到了狼腹之下 紧接着一声凄厉的叫声传来 那第二匹狼的狼腹被声声扯开 肠胃脱了一地 朝外跑了几步 倒在了地下 死去了 这一幕血腥又残忍 那怪物迅速吞食着狼的肠子 一面朝着狼群看去 狼群开始动摇了 纷纷后退 有胆小的狼 几乎就要转身逃跑了 这个时候 又有一匹狼朝着那怪物冲了过去 就在那怪物要出击的一瞬间 山霄终于出手了 他此时站在那块大石头上 两只手紧紧握住那根铁棍 突然从大石头上跳了下去 人崩得像是一张弓 那铁棒就像是一支箭 人剑合一 笔直的从石头上跳下去 铁棍子将那匹怪物穿透了 牢牢的钉死在了地上 由于力量太大 铁棍穿透了那怪物身体之后 还一直朝下插 一直插到了尽头 山霄两只手还是死死握住铁棒 不肯放手 那怪物撕叫着 垂死挣扎 爪子凶狠的抓在山霄胳膊上 山霄的胳膊上顿时血肉模糊 但是他依旧不放手 双手猛一发力 将那怪物从地下拔了下来 狠狠的摔在地上 那怪物嘴里喷出一勾血 在地上无力的静攒着 最终死掉了 狼群中一阵骚动 纷纷看向了战神一般的山霄 山霄此时赤裸着上身 单手持棍 到处都是伤口 身上被血染红了 有狼血 也有他自己的血 他看起来像是个批发赤足的野人 也像是一个远古传说中的战神 这个时候 山洞之下又是一阵骚动 紧接着又是几道 身影跃了上来 血红阴冷的眼睛死死的盯着大家 我不由的倒吸一口凉气 没想到山洞底下封印的竟然是这些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 难怪山霄当时那么激动 要我去找狼群消灭掉它们 看这个样子 这些怪物在山洞底下还有许多 少说也有几十只 真不知道它们究竟是什么物种 又是怎样在地底下生存的 随着山霄的出击 狼群又一次恢复了斗志 一拥而上 主动朝着这些怪物出击 虽然又折损了几匹狼 却也仗着压倒性的数量取得了完全胜利 我松了一口气 想着还是山霄聪明 知道我们怎么也干不掉那么多怪物 只能靠狼群支持 正在庆幸着 却发现山霄和姬小敏的面色更加严肃了 警惕的 看着地下山洞 一声低沉的怒吼 一股强劲的波动从地下伸出船来 整个地面都在微微颤动 仿佛在山洞下压制了一个狂暴力量 即将爆发 狼群开始缓缓后退 将这里包围住了 只有几匹狼试探着向地下洞穴出炮去 山霄叫我 叫齐 快过来 我答应一声要往他们那边跑 却听见地下轰隆一声巨响 压在洞穴处的大块大块的巨石猛然被撞了出来 刚才去洞穴处探路的几匹狼躲闪不及 被巨石撞飞了出去狠狠摔在地上 口鼻向外喷血 眼看着就活不成了 巨大的冲击波把我冲倒在地上 挤得我七魂八素的 却又不敢耽误 赶紧爬起来 这个时候洞口处使劲摇晃了几下 一大堆堵在洞口的石块和泥块被缓缓推出了洞口 洞穴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清理道路 我暗暗吃惊 这推出来的泥块足足能装满一辆卡车 这底下得有多少怪物才能推动 可是我想错了 随着这些泥土碎石被清理干净 从地下山洞中缓缓走出来一头怪物 虽然只是一头怪物 却把我们全都吓得后退了好几步 这头怪物要比之前那几只大得多 有两三米高 比我们高出一大截 他不慌不忙的走出来 俯下身子冷冷的看着我们 不仅身体比前几只大 这怪物身上也不再是灰白色 而是类似于刚出生婴儿的紫红色 很奇怪 开始那几只半人半狼的怪物 虽然样子古怪 但是整体看起来很和谐 像是由人类和狼完美融合的新物种 而这个紫红色的巨大怪物 则像是还没有完全进化好 或者说还没有进化完毕 在他身上呈现出某种人和狼的玻璃 他的身子完全是一副巨大的狼身 但是脑袋却像是人的脑袋 脑袋很小 上面长满了白毛 与巨大的身体明显不搭调 比例完全不对 显得很可笑 但是没有人敢笑话他 从前几个怪物的惊人杀伤力来看 以他这个巨大的身躯 只要他的运动能力进化完毕了 他的破坏力和杀伤力将绝对会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噩梦 那只生物缓缓地走了出来 缓缓地转动着头颅 他的眼睛是血红色的 狠狠地盯着每一个人 突然 他在转向我的时候顿住了 接着他舔了舔嘴唇 仿佛是在回忆什么美好的食物 在他盯住我的那一刻 不知道是不是幻觉 我仿佛看到他眼中掠过一丝凝笑 接着满意的舔了舔嘴唇 我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仿佛是一只被毒蛇盯住的小老鼠 跑都不知道往哪跑 这个时候 姬小勉在后边大叫起来 小七 快跑 我想跑 但是巨大的恐惧和压力让我几乎无法动弹 两条腿像是僵住了 一动也动不了 我甚至怀疑他会不会是使了什么定身术 把我定在了那 那怪物血红的眼睛锁定了我 满意地看着我 摇晃了一下脑袋 说时时乃时快 那怪物两只爪子在地上略按了一下 朝我就扑了过来 我已经绝望了 甚至闭上了眼睛 准备接受死亡的结局 这个时候却在我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枪响 回头看看 原来是姬小勉集中生智 举起我留给他的步枪 直接朝着怪物就开了火 子弹狠狠击中了怪物 饶使他皮厚肉糙也会发疼 他扭过头去 朝着姬小勉恶狠狠地吼叫一声 接着迅速转身朝他就扑了过去 在那刹那之间 我的心脏都揪紧了 好在山小一个箭步过去 把姬小勉扑倒在地 显显地从那怪物身下躲避了过去 那怪物落在地上上位起身 狼群已经开始行动 他们成群结队地朝着怪物冲了过去 形成了一道狼墙 把怪物阻挡住 趁着这个功夫 山小趁机拉着姬小勉就往后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鬼藏人》第59集 那怪物两机不重 发怒起来直立起身体 节节叫着 竟然迎面对着狼群 一窜身子 硬生生杀进了狼群 那怪物不仅力大无穷 而且两只爪子异常锋利 仿佛一队收割机 毫不留情地把挡在道路上的狼狠狠地撞飞 或者撕成碎片 抛在半空之中 鲜血和碎肉披头盖脸地砸在我们身上 脸上 山洞中像是下了一阵斜雨 充满了浓烈的血腥味 狼群根本挡不住这怪物 没多久就被他杀了个七零八岁 怪物左秃右近 转眼之间在狼群中撕开了一道大口子 接着扭过丑陋的头颅 朝我节节冷笑着慢慢走过来 经历了这样血腥的一幕 我却不害怕了 想着大不了就是个死 他还能让我死几次呀 我转身就跑 边跑边骂 操 老子又没得罪他 鸭怎么惊出我来啊 山潇在后边说 小琪 他好像认识你 我一愣 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巨大的狼身 丑陋的小脑袋 依稀能在稀疏的白毛之下 辨认出一张狡黠的冷酷面孔 阴森森的眼神 这怪物究竟是谁呀 为什么要变成这样半人半狼的怪物 山潇为什么又说 他认识我 没想到那怪物听了山潇这句话 像是听到了很可笑的事情 甚至停止了对我的追击 两只后腿直立起来 摇晃着脑袋 发出了一阵强烈的节节怪笑声 听起来分外恐怖 想了又想 忍不住又看了一眼 那面孔 那眼神 那姿态 突然之间 我浑身的血液 仿佛都凝固住了 在那一瞬间 我终于猜到了这个怪物究竟是谁 是老绝户 原来 老绝户所谓的秘密 所谓的进入狼城 就是为了得到这股 被狼群封印住的神秘力量 可笑的是 我竟然相信了他的话 而且放他进来了 不过不知道究竟是他 弄错了 还是他为了得到这股力量已经不择手段 他竟然变成了这样一只半人半狼的怪物 我忍不住叫了起来 操 他是老绝户 那怪物被我识破 仿佛内心的伤疤被人当众揭开 恶狠狠叫了一声 两只巨爪狠狠一挥 便抽飞了拦在前面的几匹狼迅速朝我逼了过来 我拼命的朝着山肖他们靠路 却被蜂拥而来的狼群挡住 眼看着和怪物的距离越缩越近 听着身后不断传来的惨叫声 后背几乎能感觉到力爪带起的进风 这种感觉让我越来越绝望几乎丧失了斗志 腿脚发软 随时会瘫倒在地上 这个时候姬小勉突然大声叫了起来 老绝户 你还记得鸡弓吗 那怪物一愣 仿佛这句话 勾起了他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 他竟然愣住了 手里还攥着一匹狼的脖子 狼垂死挣扎着 他呆呆地看着姬小勉 姬小勉继续喊着 姬公 他就在这里 他就在这里看着你 姬阿姑 那个怪物张开嘴发出了无意识的声音 后来渐渐转化成了人声 他痛苦地摇晃着脑袋 身体竟然有些承受不住这种痛苦 有点摇摇欲追 趁着这个奸细狼群一拥而上 在他身上添了许多条血淋淋的伤口 狼群的反扑又激起了他的力气 他继续对着狼群进行杀戮 却又不时地扭过头来 朝着姬小勉嚎叫 这种嚎叫声和刚才他对我的那种冷笑声完全不同 这种叫声虽然很狂野 却拖着长衣 有些像是狼嚎 听起来像是包含着忧伤 姬小勉扭头叫着 姬公就在狼城里 你要是真想见他 就跟我来 说完 他给我们两个使了个眼色 转身就往外跑 虽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但是这个时候似乎也没啥其他的选择 只好傻乎乎地跟在他身后向外跑 那怪物见姬小勉跑开 猛然站了起来 纵身一跃 便越过十几匹狼朝着我们的方向追了过去 但是山洞之中到处都是狼 他刚冲出一个狼群的包围圈 转眼之间又陷入到另外一个狼群中 周围全是恶狼 死死地拖住他 他像是陷入泥沼的巨人 虽然力大无穷 勇猛无比 一时半会儿也冲不出来 急得他 节节直叫 我好容易追上姬小勉 边喘气边叫他 快 趁着狼群和他两败俱伤 咱们正好跑出去 没想到 姬小勉却摇了摇头说 不行 这东西明显是狼群封印在这儿了 我们要消灭掉他 消灭掉他 我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同学 你是不是看美国电影看疯了 你刚才又不是没试过 那家伙就是个怪物 连机枪都打不透 怎么消灭呀 难道要感化他呀 跟他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算了吧 咱们没有飞机大炮 就别妄想消灭金刚了 姬小勉却很有把握的说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呀 你忘了 山洞外那个蓄油池旁 有几个大油罐 那几个大油罐盖子没盖紧 到处都是石油 我想把他引到油罐那 然后点着油罐 炸死他 我有些担心 这老家伙 贼精八怪的 他能跟你去 姬小勉咬着嘴唇 坚毅地说 都到这个时候了 我们只能试试了 山洞这个时候插了一句 我能把他引过去 我考虑了一下 还是摇头 不行不行 那油罐里是原油 得至少半分钟才能点着 还得要引燃物 他又不傻 就算你能把他引过去 等你点着 他早就跑了呀 姬小勉的眼神也黯淡了 那怎么办呀 怎么办 凉拌啊 转头问山潇 能不能弄个陷阱 对付他呀 山潇摇了摇头 朝着山洞看着说 时间来不及了 这个时候 山洞已经传来那怪物咆哮的声音 他随时可能冲出来 我还不死心 又问山潇 那个 你能不能跟狼群商量一下 让他们把怪物引过去 咱们负责点火呀 山潇点了点头 我可以试试 他用手扩成喇叭 朝着山洞处呜呜的叫着 试着和狼群沟通 姬小勉非常惊讶 指着山潇震惊的问 他 他懂狼语 看他惊慌失措的样子 我得意了 我兄弟牛掰吧 哥哥的路子也得很 你就瞧好吧 姬小勉还是不可思议的看着山潇 眼神闪烁 既震惊又复杂 随着山潇的叫声 狼群处很快回复了几声 声音断断续续 像是受了伤 有气武力的 山潇点了点头说 狼群答应了 我顿时紧张起来 指挥着姬小勉 从地上划烂了一大堡甘草树枝 在油罐下堆起了一个高高的柴草堆 又狠狠心 用水壶装了半壶油 泼在了草堆上 山潇迅速做了几个简易火把 用油浸湿了 三个人一人拿了一个 藏在了大油罐后面 说话之间 那怪物已经挣脱了狼群 也许是狼群有意放手 冲出山洞 手脚并用 在地上是连跑带跳 四处张望 像是在寻找着什么 在他身后 跟着成群结队的狼群 好多匹威风凛凛的大狼 浑身视线 甚至有的肠子都拖到了外边 却依旧红着眼睛 不断地窜到怪物身上 狠狠咬住怪物的任何一个部位 被怪物随手撕扯成了碎片 一条短短的路几乎铺满了狼的尸体 狼群那毫不畏死的气概 看到我是心惊肉条 那怪物挣脱了几匹狼的纠缠 又一次直立起身体 仰天大骄 山肖给我们打了个手势 让我们别说话 那怪物应该是在找鸡小勉 我也有些震撼 老觉悟都变成这样一个怪物了 难道他还残存着人类的意识吗 都到这个时候了 他还记得鸡公吗 难道说 他当时对我说的话是真的 他真的是为了寻找鸡公 才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还在想着鸡小勉 却把火把放在地上说 我把他引过来 你们记得扔火把 我急了 一把拉住他 不行 万一油罐炸了 你跑都跑不出去 让我去 鸡小勉自信的甩了甩马尾边说 你也太小看我了 我可是在学校里 拿过短跑冠军 小七 要是论起来 我的速度可比你快多了 想想鸡小勉 当时在山洞里边 面对老绝户的时候 突然做出了后空翻的动作 我有些质疑了 山霄也说 让鸡小勉去吧 怪物想知道鸡公的事情 应该不会伤害他 我点了点头 低声说了一句 小七 声音有些哽咽 鸡小勉也有些感动 但是他还是硬挤出了一丝笑容 俏皮的摸了摸我的脑袋说 摸摸头 说完 转身就跑开了 他绕到了油罐后边 大叫着 老绝户 我在这里 那怪物听到鸡小勉的声音 顿时兴奋起来 这时候不用狼群杆 自己主动朝着油罐跑了过去 到了油罐的旁边 他仿佛嗅到了一丝阴谋的味道 在大油罐旁徘徊不前 有一些犹豫 鸡小勉绕到油罐的后面 举起手叫道 你看 鸡公就在那里 在怪物所处的位置 只能看见小朋友 抬起了半截胳膊 却看不到胳膊走向 要想看到他的手指 到底指在哪 必须要绕过半座小山 或者站到油罐上才行 那怪物当然等不及绕过小山 他急吼吼的叫着身子一跃 蹬的一声 跳上了油罐 鬼藏人 第六十集 鸡小勉转身就往外跑 叫着 点火 快点火 那怪物知道被骗 立刻爆发了 他直立身子怒吼着 马上就要从油罐上跳下来 去追赶鸡小勉 这个时候 狼群中传来一声低沉的狼嚎 仿佛是在回应这叫声 狼群四下里都传来高高低低的狼嚎 声音坚定 而且豪迈 紧接着 狼群像是沸腾了一般 突然爆发起来 朝着怪物进行了总攻 一匹匹狼 仿佛一只只灰色的毒箭 潮水一般的射向怪物 有的死死的咬住怪物的腿 有的咬住怪物的身子挂在他身上 还有许多残狼老狼主动的趴在地上 落在一起搭成狼梯 任一匹匹大狼 跃到油罐上 向着怪物冲击 仗着绝对数量的优势 狼群瞬间把怪物给淹没了 那怪物被狼群牢牢制住 在底下拼命挣扎着 身下的鲜血 像溪水一样涌出来 地面上一道道阴红的血水汇聚起来 形成了一条血溪 山霄叫道 快点火 狼群压不住他多久 我们一前一后迅速用火把柴草堆给点着了 原油顿时窜起了很高的火苗 火苗顺着储油坑和油罐蔓延 山霄不放心 又在油罐处扔了几把干草 才叫着我 成功了 快跑 鸡小勉在远处朝着我们拼命的摆手 我做了一个OK的手势 向着他跑去 一路上我和山霄紧紧捂着耳朵 做好了随时被爆炸的气流冲倒的准备 但是我们一直跑到了鸡小勉那儿 油罐处还是静悄悄的 没有一丝动静 鸡小勉也是一脸焦急 怎么回事 油罐怎么没爆炸呀 山霄冷静的说 应该是油罐出了问题 我去看看 我和鸡小勉几乎同时说 我也去 我也去 山霄想了想说 到了那儿 你们在一边等着 我上油罐上看看 我们三个人迅速跑了回去 狼群已经快压制不住怪物了 那怪物力大无穷 在下边拼命的挣扎 每一次剧烈的震动 都会有几匹狼 甚至是十几匹狼 被狠狠的甩出去 但是狼群依旧源源不断的补充进去 才压制住了他 山霄谨慎的看着火苗 三两下爬上了油罐 把火把递给我 让我给他找一根长棍子 我私下看了看 有一根树枝 连忙用刀子去掉枝呀 递给他 他把树枝顺着油罐口插了进去 拔出来看看 眉头皱紧了 铁罐子里 没油了 我狠狠一拳 雷在了石头上 疼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这时候 姬小敏突然指着洞口处大叫起来 快看 那是什么 随着他手指的方向 我们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原本黑乎乎的山洞口 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然全部变成了诡异的白色 除了山洞偏上一些的地方 还有一些黑色的墙壁 其他全部都变成了白色 那仅剩下的一些黑色墙壁 也在渐渐变白 不仅是洞口 我换了一个角度 朝山洞里看 发现整个山洞的石壁 地面 甚至是整个山洞 都变成了诡异的白色 短短的几秒钟 那洞口处 唯一一块黑色 也全部被那白色给占据了 看起来 就像是有人在转瞬之间 把整个山洞 刷满了白漆 这诡异的一幕 竟然就这样 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发生 让我们非常的震惊 我忍不住说 草 难道是下雪了 姬小敏和山霄都没有说话 眉头皱得紧紧的看着山洞 让我们更加吃惊的是 那古怪的白色 在全部占据了山洞之后 又朝着山洞外 迅速的蔓延开来 洞口处的地面 也渐渐变成了雪白色 姬小敏猛然站了起来 喃喃的说道 是虫子 白色的虫子 我没明白 什么虫子 姬小敏惶惶惶地叫了起来 你们还记得山洞里的壁画吗 经过人迹之后 有无数的小白点进入了战场 杀死了战争的另一方 这些白色的虫子 就是那些虫子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惊恐地看着白色的地面 不由登登往后退了几步 我当然记得 在那幅壁画上 本来节节败退的虚色衣服士兵 被另外一方打的是一败涂地 却在经过活人以及人血祭祀之后 从诡异的深渊中召唤出了大量的古怪生物 将对方成千上万的人杀死 最后把杀死的尸体扔到了深渊中 在壁画之中 表现那股邪恶力量的 就是一个个密密麻麻的小点 当时我们都不理解 这些小麻点代表了什么意义 现在看来 也许就代表了这些古怪的白色虫子 说话之间 那些白色虫子已经覆盖住了大片土地 从洞口处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 将整个狼群迅速包围了 然后向着狼群中迅速的扩散开去 毫无疑问 这些古怪的白色只可能是虫子 而且是数以万计的虫子 这样大数量的虫子铺天盖地而来 别说区区几百头狼 恐怕就算是来了一个象群 也会被瞬间吞噬掉 难怪这种东西能运用在战场上 并且成功地扭转局势 那白色的巨型虫群仿佛流水一般 缓缓地向着狼群处流淌着 他们这个时候几乎已经逼近了 几皮受伤的狼群 几乎在一眨眼的功夫 那几皮狼便被巨型虫群覆盖住了 几乎连挣扎都没有挣扎一下 只听见闷哼几声 他们就不动了 接着巨型虫群从狼尸中流泻下来 露出了几具光秃秃的白骨 我们吃了一惊 没想到这巨型虫群那么厉害 几乎在一瞬间就把几皮狼全部吞噬了 真不知道这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才能挡得住他们 接着虫群开始逼近鲜活的狼群 他们仿佛是一个具有高度智慧的整体 并不急着攻击狼群 反而不断的将主力军源源不断的调过来 在狼群四周聚集成了一个高达半尺高的虫堆 也有狼见识无妙 想趁着虫堆尚未集结好冲出去 结果刚一跨过虫堆 那虫堆却突然爆起 短时间内仿佛上涨了好几倍 一团浓雾一样的白色虫子瞬间覆盖住了狼 那狼疼得在地下打了几个滚就不动了 地面上只剩下了一具完整的骨架 我吓了一大跳 这巨型虫堆如此恐怖 别说是狼群了 即便是人类恐怕都很难对付得了他们 他们一旦从地下转移到地上 那恐怕会酿成巨大灾难 这个时候一匹毛都要掉光的老狼 一瘸一拐地朝着我们走了过来 冲着我们叫了一声 转身往旁边走了几步 见我们没动 又朝着我们叫了一声 像是要带我们去哪 山霄冷静地说 跟上他 那匹狼没走多远 就在一处废墟处站住了 接着开始用两只爪子逃地 他费力地将地上的一层碎石烂草扒开 露出地下一个巨大的黑幼幼的东西 这是什么呀 我忍不住用脚踢了一下 那东西非常的坚硬 好像是铁 山霄皱着眉头 姬小勉抱起一块大石头 朝着铁块使劲地砸下去 传来几声闷响 他说 这像是埋在地下的储油罐 好像有景处都有这样的储油罐 用来储存开采的石油 小日本这次被咱们抄了大本营了 里边有多少油 他环顾了一下铁罐子的长度 又仔细听了听石头敲打在油罐上的声音 判断着 油罐肯定没有装满 估计有几吨吧 我忍不住感慨 能不能把这些油给倒出来 烧死那些死虫子呀 姬小勉无奈地说 这个油罐是密封的 打不开 再说了 你要是真给点着了 咱们都得被炸死 那匹老狼一直静静地蹲在地上 耐心地等我们看完 这时候朝着山霄嗷嗷嗷叫了几声 我问 他在说什么呢 山霄迟疑了一下说 他说 让我们引爆储油罐 将山洞彻底封住 这样才能消灭来自深渊的怪物 我倒吸了一口良情 这狼可真是够疯狂的 这可是一个储备了几吨原油的巨型油关 要是引爆了 别说山洞 搞不好整个狼城都灰飞烟灭了 这不是变相自杀吗 不过扭头看看那恐怖的巨型虫堆 再回想回想深渊出来的半人半狼的怪物 不知道那山洞里还会出来什么样的古怪生物 也许狼群这种同归于尽的办法 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只有彻底毁灭这里 才能封印住深渊里的邪恶力量 那匹狼见我们没有回话 转身朝着身后叫了一声 一群狼朝着我们缓慢的跑了过来 等那些狼走近了 我们才发现 这些狼几乎都是一些老的不能再老的狼 大多数还有残疾 不是少了一条前腿就是少了一只眼睛 这些狼虽然速度慢 却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旁边的储油坑 在坑内打了一个滚出来 浑身上下都浸湿了石油 然后排成一排 站在我们的身边 我忍不住说 这些狼是不是疯了 身上沾了石油会死的 山潇淡淡地说 这些是活不久的老狼 残狼 是狼群的赶死队 赶死队 我不理解了 山潇没有解释 只是看着狼群的眼光 逐渐肃默了 一直在旁边指挥的老狼 最后一个跳进了油坑 然后湿淋淋地走过来 他先是朝着山潇嚎叫一声 接下来 他竟然费力地俯下身子 将两条前腿跪在了地上 江头垂在了地上 呜呜地叫着 像是在祈求我们的帮助 我非常的震惊 这 这究竟是狼还是人呢 这狼简直就像是一个 完全具备了人类感情的生物了 一向沉着的山潇也动容了 他说 小七 狼在对你说话 三路 我说 对 帮助